1972年12月6日 在十二个小时之内 港九先后发生三场大火 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第一钟在上午七点钟左右 发生在湾仔道明德大厦的白宫酒店 首先是九楼着火 火势蔓延 八九十楼全部陷入火海 当局出动百几个消防员到场灌构 一个小时之后将火构息 结果有九个人烧死 二十一个人受伤 第二钟火警上午十点半钟左右 在九龙鑽石山大磡村发生 由于风高密操 火势很猛烈 大火在三个小时之后构息 有百几间木屋坟位 二千多人无家可归 到了晚上七点多 中区愚人大厦又发生五级大火 火警发生在十六楼 由于消防车云梯边墙莫及 火势迅速蔓延 消防员奋力破够三个小时才将火构息 结果有一个消防员顺跡 另外有五个人受伤 取消升中市之后的第一次学能测验 在1977年今日分别在港九新界277个市场举行 参加测验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有十万三千多人 事后大部分学生表示 学能测验的题目并不困难 自信可以顺利过关 学能测验的作用是衡量和编排学生在校内的成绩 然后由电脑按组派发学委给校生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在八五年今日举行预备大会 选出政府主任和秘书长 不过选人的方式就引起风波 当时有人指出 支委会政府主任并非根据章程由互选产生 而是由人推荐然后通过的 所以是不合法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团 第二天在记者追问下就有这样的解释 不过最后支委会都按照会章 重新选举政府主任 八八年今日香港民主派人士 开始以接力绝食行动 争取民主政制 反对《基本法》草委政制小组通过的主流方案 首先开始绝食的是浸会学院历史系 港师杨二龙和逢志活牧师 他们由当日下午三点开始绝食五十小时 他们说五十小时的绝食行动 是配合在广州那些人的草委会会议 并且象征香港未来五十年民主 2009年12月6日 来香港主持东亚运动会开幕礼日 国务委员刘延东参观了香港大学实验室 了解新发传染性疾病实验室的工作情况 这是唯一境外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刘延东说 国务院现在在制定着 202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本港的大学 在办学和学术研究等有丰富的经验 可以协助内地的教育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